圆滾滾的熊猫在中国贵为国宝 而它们可爱的模样更是让全世界为之疯狂 不过呢 要照顾受保护的大熊猫 饲养人员的工作可不简单 尤其是超过20岁的老龄熊猫 更是需要人类无微不至的照顾 8岁的乔乔慵懒地趴在木棍上 可爱的模样吸引了不少各地的游客 中国四川省的都江宴熊猫基地 拥有30只大熊猫 这里的饲养人员特别擅长照顾 年龄超过20岁的年老熊猫 专门照顾三只乐林熊猫的饲养员 考虑到它们的牙齿不再锋利 必须为它们另外准备容易吞咽的食物 因为是牙的原因 它咬不动竹子 那我们每天就要用那个剪子给它剪碎 然后搬上它喜欢吃的窝窝头 胡萝卜 苹果 就像沙拉一样的 饲养员也必须定期检查 它们的牙齿和视力 并鼓励它们多运动 饲养员表示 照顾年老熊猫 就像照顾老年人一样 需要耐心与关怀 大熊猫在受保护的环境下 能够活到30岁 寿命同野外生活的大熊猫相比 长10年到15年 而全球最老的大熊猫巴斯 日前在福建省欢庆她的37岁生日 好 好 感谢观看